没有人会预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 之后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大学四年 其中有一年 我都是在国内上网课 我叫赵依云 然后我现在是纽约大学的 一名大三的本科生 然后我主修的是应用心理 然后辅修的是经济 在国内上网课 已经上了有将近两个学期了 这边就是我的房间 然后我上课用的东西 一般就是电脑 然后这几本书 其实这些都是我 就是找的电子版本 然后印出来的 从我们学校的那种 官方的网页买 可能机会就可能得一个月了 我是三月二十号回来的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我都只带了一个箱子 我就想着可能 今年九月份我就回去了 然后但是没有想到 那就还会在国内 接着上课课 如果比如说我gap了一年 可能会影响到我毕业 可能会影响到我后面 跑研究学院 然后之后比如说实习 在马上的这门课 是我这个学期的第一门课 又是一学期的这个网课 对 然后看看吧 不知道要面临什么样新的挑战 上网课 它熬夜嘛 对吧 就是整个作息不规律 我回国之后的那个学期 有一门课是九点半到十点四十五 就是国内晚上 然后还有一门是凌晨两点到三点十五 一门三点半到四点四十五 都需要时时去上 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不去上课 然后看录播的 每天这种时差导致的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内分泌啊什么之类的 可能整个人都比较的情绪化 然后压力比较大 会经常跟父母会产生矛盾啊 有一次是我的课的第一个考试 就是我们那个考试 它要求你开摄像头 就类似于监考 但是当时那个摄像头我打不开 哎呦我都不行了 特别的急躁 晚上两点多 突然我就觉得我们家就地震了 我认为就是很小的一个问题 可能就会发脾气啊 或者说那种就是说 可能前一秒钟我们还说得好好的 后一秒钟暴风骤雨的感觉 孩子还是在这个心理跟精神上 还是确实是受到了挺大的影响 因为我一些人生的比较大的一些抉择 或者是关卡方面 一直都算比较幸运的 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 就是说我的生活一定都是高光时刻 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 也让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所谓的什么低谷 你怎么能衬托出来 这些是你的高光呢 感受低谷和高潮 也是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 全貌的一个经历 对 就是这些技术可能出去会找咖啡厅啊 然后之后你就是感觉你换一个环境 然后之后可能身边会有些就是陌生人啊 就整个环境会给你影响会好一点 比如说你跟朋友出去 就是说社交去学习 哪怕就是说一块去上课 就面对面他坐你旁边 就是也能给你减轻很多这方面的 带给你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 像我一周两次我回去做普拉提 就是锻炼嘛 相当于运动就是我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放松的方式 它是出去学习自习以外的 一个我的个人的时间 就我可以不用考虑别的 就是跟教练啊 随便聊聊天啊 就感觉算是一个 寻找什么内心的平静 什么inner peace什么的 这种的时候 这暑假的时候 我有在医院实习 就是一个精神心理科中心 还接触到一些非常实际的 上手的一些经验 最近我有一些小小的痛苦 因为自己要健全 但是就是达到了一个平静期 所以我就在网上 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信息 感觉看的呀 社交媒体上很多那种 月减二十斤这种的 然后就无论说你情绪问题呀 还是说身体的各样机能 其实都是到后面 都是会稳乱 然后可能 就我去实习之后 就是比较碰巧 跟那个营养科的医生 和儿童内科的医生 一块组成一个团队 然后治疗两个得厌食症的孩子 我真的就只能说 我被吓到了 两个小病人 一个呢就是好一点的情况 就是所谓的就是说皮包骨的状态 然后另外一个不好一点的 就他必须住在ICU 不然就是可能生命就会有危险 然后之后呢我会跟他稍微的讲一下 我上课学到的一些内容 我就会告诉他说 什么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运动方式呀 慢慢的帮他引导 或给他看一看 就是说我的一些比如说大学的一些视频 或者旅游视频就告诉他说当你可以站起来的时候 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世界的美好 这远远比你体重称上的数字要美好的更多 后来他们俩都出院了 就觉得就说好像我学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点用的 能给身边的同学或者说大一点这个世界能贡献出来一点什么 能帮助到大家 就是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吧 然后其实你也挺开心的 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真的是通过这些实践的工作 女儿真的就是长大了 就是没有人会预想到就是说会出现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之后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会大学四年其中有一年我都是在国内上网课 就是哪怕说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不好的回忆呀或痛苦啊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更有底气了吧 就是你锻炼出来的一些能力会帮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披荆斩棘 对吧